說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講出這句話 你在旁邊聽你不覺得 很心酸的嘛 我如果出來做是死一個 我如果不做是整個家 但是他一稍後 他可能六日加班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這兩難 我先講 這個是國家責任 就是說你剛剛講20出頭稅出來拚事業 然後在這麼勞動強度那麼高的地方 家裡有老婆小孩這樣子 加上房貸加上你講的這些 可能真的壓不過來 那他可能一種是打兩份工 一種是到這種比較日收入高的 先賺先累積 那這樣的一個城市的發展裡面 到底對於這樣的勞動者 勞工 可不可以有別的支持 這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連這些支持都沒有 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被拚房貸 所以我們要去買幾千 一兩千的房子 這件事情沒有社會主義 來讓他做喘息 第二個他可能自己孩子 這個沒有人照顧 所以太太變成不能上班 等等這些就是說 這是第一層 國家可以cover進來 他才不要像你講的 拚成這個樣子 第二個是說 勞動法是很 很這個極端的 就是說一般企業應該要以他 優於他才叫企業 才叫優於企業 那勞動法說叫最基本的 最基層 其實台灣就是把最基層當最高層 台灣就是這樣 累計60年的經濟發展 最基層的勞動條件變成最高保障 把地板當天花板 對 老師講的太好了 所以過去一直轉不過這概念 就變成企業很多的上下包之間的 這個所謂我剛剛講估價也好等等也好 就用這個當天花板 所以他必須要用加班來補一點補一點 那我相信 就是說這個 你的那個朋友的 你哥哥那個同事 他那個年代的人 可以這樣子拼死搖壓 現在我們在場有 有八年級的 有九年級的 他們不管這一套 他們知道這中間有貓女 只是說他講不出 到底是誰把錢拿走 誰把這個起司的乳酪吃掉 這就是關鍵 所以我說 勞動法的兩難在於說 我不可能為了某一個行業 一直去鬆綁 他說讓你繼續用自己的遊戲規則 另外一邊又很嚴謹 這是不行的 所以一離一休當時是折中來的 我們老師比我更能夠背 全世界公司第四高誰 台灣 第一高誰 韓國 韓國跟台灣不是天天要比嗎 所以韓國的自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這就是悲劇 然後是能不能換來喜劇嗎 能不能換來喜劇 那才說如果在社會的支出裡面 國家給了多一些 把錢不要給人家搬去 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被人家吃掉 搬來給年輕多一些照顧 他是不是在工作上的條件 比如說太太如果有去工作的話 他跟太太兩個照顧兩三個孩子 也許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擋子 他說擋不擋不擋 算不擋過 如果像剛剛這樣 已經自己拚到連起孫孫 然後老婆懷孕 他自己再擔心下一餐 然後出來一天死一個人 那聽到這個就是政府 政府要去跟他想盡辦法協助了 不是交給這個包工 然後這個包商 然後又去做一些 東扣西扣來給他 或者是違法造成兩邊都受罰 那這是一個現實 第二個來講一力一修 他確實修得不好 就是說在某一種過度的關聯性裡面 當時是即刻上路 即刻修法即刻上路 所以那個一修這件事情 誤解很深 其實那個一修就是應該要修 而不是應該讓你拿來加班用 只是他換一個名詞 不然我忘了是誰想出這麼高招 我當時看法庭 我說一力一修的修是什麼意思 原來一修就是一工 只是出來加加班費變高 所以全台灣還是七修一 不是七修二 這是一個偷渡的部分 那當時我就覺得我們老檢員 他一直算那個工廠的四班三輪給我看 他說局長怎麼算都抓不出來 就會有空於空失 那怎麼調配這樣子 我說那這樣他們要上路前 是不是應該讓人家排班制的 四班三輪的 三班兩輪的 特別是醫院的 那些醫護人員來調調看 如果算不出來的話 我就暫時我們不要這麼快去執法 我們讓他去過渡 所以這個過渡其實沒有 所以照成你講的 大家都亂解釋 然後隨便倒過來 就讓很多勞工被這個議題 就搞得說很反對這個 有增加休假權 但是也讓你可以有加班 但是加班的乘數呢 是要可以雇主更高 所以雇主就大反彈 勞工就說那老闆都不讓我加油 所以我一修等於沒有工 就不能出勤 大家都雙頭受害 所以現在就是說大家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重啟某一些 在特殊行業裡面的排班方式 來符合法制 那排不出來的話 那就是法的問題 如果排得出來 那我覺得法倒是沒問題 就是我們政府要調漲 基本工資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永遠就那幾個人 就會跳出來講 就是你調資料後面 差不多那幾個人嘛 工種 有時候你算下來一個月可能才漲個 兩三百塊 三四百塊而已 這樣我們會倒啦 我們要出走 什麼會 你身為一個前勞動局長 聽到這句話你不會很怒嗎 如果兩三百塊一個位 現在你又不是通通都是人事成本 這樣蓋兩三百塊你就會倒 這個公司拿得要倒了 講得好 對啊 幫李傑老師正義之言 真的 你之前講出所有勞工的心裡話 是啊 而且這個基本工資長 只有240萬人 受他邊境不動影響 對啊 所以他出來喊 也就是你們公司都領最基本薪資嗎 他公司 他們這些大的什麼工種 商種 商業會 什麼會 出來講 就是要跟政府喊 那你要多補貼給我們 就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我們已經在唯利的時代裡面 所以你再找上去的話 我們車不銷 等等 其實不是他們的真心話 那我還是要 他們只是在跟政府叫牌而已 對 我還是很希望說 這個邊緣勞工的部分 也是剛剛講叫做底線 大家都在它之上是好的 那為什麼基本工資很重要 就是很多出社會的 新鮮人的第一個起薪 通常都是被政府這個 當作框住了 所以這個洞當然是聯洞 用到新鮮人 PT 還有我們一些高人 像阿傑 阿傑這種 55以上沒有人想要 他最近又在找工作了 對 55以上這種 真的有需要保障的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 平常心來看待 這個法是為了大概 我覺得三四百萬的勞工朋友 是一個好的法律 要儘速過 那蔡總統他在2016年就講 這個法要過 現在算一算已經多久了 7年半 昨天才送出行政院院會 送到立院來 所以希望可以過 是 那你怎麼看台灣在科技上 因為這個怎麼去balance它 在經濟發展與生活品質 對 非常深刻的一個議題 就是台灣的科技島 然後大概就是你這個年紀的人 成為這一批的主力部隊 差不多 然後在工作上 角色上外面都是認為光鮮亮麗 實則就是你剛剛講 進去之後就是生產體系一部分 順著它的時間才能夠調配 這個部分如果要用一般我們講的 三班制啊 這種傳產裡面來講 它的進出又不方便 光穿脫你也講了 當時疫情的時候在財產 疫情的時候 連穿脫好像都不讓它出來 因為進出那個部分 還要做什麼篩檢 更辛苦 所以確實在這樣的領域裡面 你要用勞動法現在的規定去看 每一個都違法 是啊 每個都無法完全合格 但是它用金錢來麻痹你的 所以離開這個領域這件事情 大概都是覺得說 自己不想把生命這樣子耗損在這裡 可是它相對報酬又是外面認為的 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所以我有遇過一些就是 做個35歲40就離開行業 然後就到鄉間買個房 自己做起民宿來 重新找回那個 要有的優災 每個我遇到的都是這樣 我一問說你是怎麼這麼早退休 我科技公司啊 現在還有好幾張股票 那現在做什麼 就是說這個種種菜 體會一下自然 是 對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型態 在未來是不可改的 通常我知道現在就是 大量用自動化來取代 大量的去處理 在辦機械或者是 機器人 自動的科技來協助 那畢竟這個行業 這種工作型態 對於年輕這一代 是最壓迫的嘛 第一個還不能馬上用 結婚來期待自己的老婆 可以接受這樣的先生嘛 是 可是你也看到 而且做到性功能都出問題了 第二個就是說 它未來真的是有些爆肝的 或者是身體做垮掉也有 所以形勢上我相信 還是要用其他的 剛剛講輔助的方式 漸漸減少 那至於說工會有沒有可能調 一個當然就是說 人力是不是可以增加 那我聽過他們是講 他說這種製程 有時候不是換人進來可以進去 因為他們的腦袋在這個專業裡面 保持監視 幾千道製程 這不可能是說 像我們講說 隨便找一個人 所以畢竟這個過去 張周某也好 甚至柯P大家都講說 很感謝這一批人 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他們要到 亞利桑莎州 要到美國 美國工會直接就講 你來一群廉價的 這種台灣來的 我們是不能接受 這就是剛剛講為什麼 有工會出來發言的時候 也許他們做一些抵制性 會改變在美國的生產的模式 那這樣子能不能再引導回台灣 台灣有沒有可能 也在勞動的環境裡面 有一些提升 如果現在是法制上不合時宜 但是也不全然這個法制是無效 在這個折衷裡面還是要就是說 如果說像一些科技勞工 給的建議裡面 怎麼在修專業法制裡面 讓他們的權益可以被保障 甚至他未來在一些 像講到這個 就講到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的延續性 你們還記得早年 我們也有那個RCA工廠 我們桃園 RCA工廠 這個美國無線電線公司 離開之後 那個土地到現在 還不能用 然後死了這個死傷 患乳癌肺癌 各種癌的女工 也是幾千人 到現在還在訴訟 然後賠了國際的天價之後 延續性的照顧 就變成這個企業的無限責任 那我覺得現在 對科技性的這些勞工來講 如果他未來的照顧需求 一定要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必然的責任 企業的責任沒有說我中斷掉 我就跟你無關 這個在法制上我們來努力看看 謝謝 謝謝 謝謝